Ultra-Z3 地表最強的Dual Lens 靜派格 一年間的保証障害サービス Bizoon Fitness Bring the Gym Home ご覧のsponsor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 新年快樂啊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最近会有公益車嗎 有啦年過完都会有 我们以后的希望 一個月可以做一次公益好不好 我們繼續努力好好加油 小吃年夜飯吃日式便當 那個叫做玉捷便當 玉捷便當 那個其實是 我跟你講那個玉捷便當 如果你們有追蹤我IG我老婆的 其實日本的新年都會吃那個玉捷便當 我記得啦 木耀的那個阿布瑪利亞 在去年的過年也有介紹過玉捷便當 他有開箱過 因為他在台灣嘛 吃不到日本 他就有開箱 他就有拍過一集 開箱這個玉捷便當 然後在台灣其實不好訂 我們找了很久啦 因為 日本的新年是元旦1月1號 然後 台灣的是農曆年嘛 對 所以其實我 老婆還找了一下 才找到 沒那麼好找 我是看了小吃試駕才買KIDS 對嘛 你看 為什麼大家都說我們都嫌人家車 你看KIDS也是阿 KIDS後座不會小阿 KIDS算是有符合他的應該要有的大小 小吃怎麼看出社會的同學會有去過嗎 感覺薪水比來比去不喜歡 我有參加過阿 可是我 我在去年年中才參加高中的同學會阿 可是沒有比來比去耶 你是不是剛出社會沒多久 如果剛出社會久一點其實就不會比了 都在聊說小朋友阿 聊說工作什麼去露營阿 去哪裡玩阿 什麼之類的 對啊 比來比去喔 其實也不 我的人我不太用比 我基本上 我坐在那邊應該 沒什麼人會來跟我比吧 有阿 比大小 比大小勒 新手建議買小鴨Vios還是其他的 我覺得都可以買阿 真的啦 Toyota車有什麼 怎麼可能有不能買的啦 我覺得反而Green Lancer 比起Nissan的Centra 跟比如說Toyota車系Artist來講 我反而我還喜歡Green Lancer多一點 雖然我一直說 它是一個不斷拉皮的旧時代產物 可是我還是覺得30的車開起來其實 我自己覺得啦 我是比較習慣的 我覺得扎實感是比較好 那是我自己啦 好不好 我一部片這樣拍起來 整個CHR一直在講 我說這個審美觀每個人不一樣 我覺得很醜 對不對 就很多人就 不知道是沒有看片還是什麼 就常常會去講 你看像人家Kids 有認真看完我影片 他有辦法去買Kids 你如果只是片段阿 在社團看到人家流 在那邊跟著人家在那邊泡的人 你就會覺得說 幹那小事都把人家車講得很爛 有沒有 認真是這樣 可是其實你整部片看我什麼時候講那個車是不能買的 就包含今天的CHR一樣 對不對 奇怪 我不能覺得肉 奇怪 你覺得漂亮就好阿 我裡面講說你喜歡就好 那有關係 很奇怪 有認知障礙 你知道嗎 到了一個年齡都不太會比較的況是我 我跟你講啦 年紀再更大 大家就在比什麼 比看誰沒有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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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誰沒辦法來了 哈哈哈哈 年紀再大一點就這樣了 認證中午車是比外面上昂貴 會比較有保障嗎 應該是貴吧 你們自己比看看阿 其實我坦白說啦 我常常去參考原廠認證中午車的開交 我真的覺得有些人 原廠認證中午車真的蠻貴的 但是我都會一定是比他們開更便宜 那你說會比較保障 我覺得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嗎 你至少原廠認證他不會騙你說 看假的價錢阿 對不對 看這個沒有的車 看有車 他有車 或者是騙你說 沒有事故沒有泡水 其實有阿 其實這個有調過 不要跟你說沒有 至少我覺得應該不會有這個事情 然後你出什麼狀況回去找他 應該也是會不理你 只是也不會不理你啦 只是說他們 我跟你講啦 那個 我也很掙扎 他們規範是很嚴謹的 就是反正喔 一般娘認言 你出去這個車出了什麼問題回來 阿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明訂 這個就是耗材 就是不保固 你就自己搞無塞 阿你要去跟他打官司 阿他錢沒有比你少 阿就來打 阿我們保固手冊就有講 比如說煞車皮沒有保固 避震器是這個消耗皮沒有保固 水箱是消耗皮沒有保固 水管爆開是消耗皮沒有保固 對不對 你玩不贏他嘛 所以我倒覺得說 認真講是要去注意說 一台車現在我們要關心的不是有沒有事故有沒有泡水的問題 有沒有回來有沒有要花很多錢整理對不對 阿你原廠認證買到的車有沒有可能回來要整理喔 還是有一定有 建議CHR要改避震器嗎 我認真阿如果那台車是我的我一定 應該是一定會改 因為真的有點晃啦 我是認真覺得有點晃 但有人很專業有跟我留言喔 他說小改款後的避震器比小改款前的還要軟 但我不知道是可能是車主跟我講的 但是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 最喜歡的雙門小跑車是哪一台 這個問題我沒有思考過 我之前很喜歡那個大發的Copen 那我最近不是有跟那個愛董在聯繫 他其實他之前也開Copen 他說以我的身高Copen應該是做不進去 所以我也有點放棄 以外型來講我最喜歡那台車子 要不然就是Cabcino吧 這應該算小跑車了吧 我可能會比較都比較喜歡老車啦 那你如果以現在線上在賣的車來講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MX5吧 對啊因為現在也沒什麼小跑車啊 信貸和車貸有什麼差異 信貸就是用你的信用下去借錢 那車貸基本上你的車有被設定 車貸大多數來講應該跟信貸利息是差不多的 那信貸是依你的信用狀況來決定你的利息 就是他借給你錢風險有多高嘛 因為你的信用狀況是怎樣 你的收入狀況是怎樣 決定這個借你錢的利息 那車貸基本上他的利息比較不會有太高低的起伏 基本上因為他有車來當一個抵押 他有抵押品 那你信貸沒還錢就是你信用破產 那你車貸沒還錢呢 你除了信用破產以外 有一個車會被拿去拍賣掉 就是這樣 可能會補貼一些錢給銀行這樣 因為車嘛拿去拍賣補貼一些錢 除了本業直播未來想開發的協光是什麼 賣電商 有欸其實電商我一直有點興趣 因為我是覺得說我對於 你看我常常在拍影片 大家看我的衣服穿著帽子鞋子什麼 對配件 我其實對這種 我不敢說很時尚啊 就是我喜歡我的愛水嘛 對阿我就喜歡買買衣服買買配件什麼 賺錢就是買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對於這種東西 手錶也好啊 鏈子啊 或是鑰匙圈啊 皮包啊 包包啊 衣服啊 我都很有興趣 所以 我很想要 我還蠻想要做一個類似服飾的品牌 但我知道應該做不起來 因為現在服飾品牌其實很多 所以目前就是僅止在我們就小小的同溫層 然後做一點一些不要做太多 然後給有興趣的人去買一下 對不對 讓大家 我們很開心嘛 如果我們做出來的帽子也好 衣服也好 大家認同 我覺得也蠻開心的 那個要賺錢 我覺得很難嘛 有阿我過完年 其實我有想要請一個 要多請一個人來 來做品牌的設計嘛 對啊 來做品牌設計吧 周邊商品的 這應該具備什麼條件 美編吧 美術 還是要具備什麼 美感 美容感 時尚總監 時尚總監 不行 這個抬頭一講出來 就覺得薪水要付很多 時尚助理 時尚助理 聽起來會比較便宜 對對對 時尚助理 時尚助理 對對對 美術助理 聽起來比較便宜 對你講說我要請一個時尚總監 那個薪水感覺要開很高耶 車門有點小傷 建議點期保餘期還是去考期 其實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你如果覺得自己看的過去點一點就好了 那我覺得到保留元期不重要啦 而且保不保留元期要看你擁有這台車打算要擁有多久 對啊 你如果要擁有很久其實早考完考其實都要考 對啊其實是這樣 或者是你就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先點期保護一下 那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你再去全車考我覺得OK 那是不是元期我覺得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車開個三年五年八年 其實元不元期不重要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的車90% 我可以跟大家講其實80% 我們保守一點 我認為80%超過一年以上元期的車其實不多 我所謂的元期是整台都元期喔 那基本上很多保以示全顯等等的 其實一年滿了他們都會有一些獎勵 或是你一定會有一些保險桿的擦傷 或是像剛剛你不小心的擦傷 那你會去考期 那基本上你一塊不是元期 我們就不稱為元期了嘛 全車的元期基本上超過一年以上很難了 請問CVT跟AT引擎會差很多嗎 沒有沒有沒有 CVT跟AT跟引擎沒有關係 任何引擎都可能配CVT有可能配AT的 那至於這個開起來的差異 可能你可以上網研究一下 就是CVT它開起來會比較省油 但是會有一種比較 簡單講它功率消耗會比 感覺會比AT的來的大 其實這個看功率消耗 大概就是這樣 好吧 這個有點深奧 CHR社團快要血流成何 有什麼要血流成何 我們又沒有講說它很爛什麼 好看不好看 你們自己爽就好啦 哪有關係 拍影片不是講自己的感覺 不然我要講別人的感覺 要講會員的感覺這樣 去找社團的人來 CHR社團的人來拍影片 然後每個人在那邊說 我覺得我CHR超帥 我覺得CHR超棒 買CHR是我這一輩子嗎 最棒的選擇 我去找車主回來分享這樣喔 是不是 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嘛 我們不要說自己車評 我只是分享我們自己 看到這個車的一個感覺而已嘛 然後什麼 有什麼要血流成何的 奇怪 我也說啊 Toyota坐車的就是 你沒有不買的理由 新菜的 隨便 送的好了 對啊 喜歡你覺得好看的 我也說你喜歡就好 那有什麼 小絲臉都怎麼保養 我沒有什麼保養啊 我就 早晚洗臉而已 有啦 我很刻意洗臉是用冷水 不管夏天冬天 我都是用冷水洗臉 常洗臉啊 其實我很多人在那個青春期 會很多痘痘 其實我青春期都沒什麼長痘痘 我是歸咎於說我很喜歡洗臉 我以前在學校 那個水龍頭啊 我一天可以洗很多次 我就覺得臉油 我就去洗臉 我就去洗臉 下課我去洗臉 我很喜歡洗臉 因為我不喜歡臉油油的 所以我很喜歡洗臉 就算在公司也是 我在公司我覺得臉 油油不舒服的鞋 你們是不是看 常看我直播一直用洗油的面子 就是我覺得臉油油的很不舒服 我就喜歡 不管用肥皂去洗啊 我很陷的捏 我有時候在公司的那個 洗手槽沒有肥皂 看到只有什麼 洗碗筋 我一樣擠下去我就洗臉 真的啦 我沒有在管那個洗劑的 我只要不要油就好了 給你們看一下 沒有啦 沒有濾鏡 這樣而已 洗臉 常洗臉 其實這個就是我常在講的 的確有可能 因為不要說超過十年 超過五年六年以上 就開始要修了不是嗎 對不對 很多耗材都陸續要換了 那現在差別就是在於 賣給你的人有沒有換 對不對 我說嘛 前一個人做的多你就做的少 前一個人都撐的不做一直抄他 把他弄爛的在賣 那你回來你就要花多啊 所以誰賣給你 賣給你那個人 他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對不對 他怎麼照顧這台車的 你像 有時候我們我們也一樣啊 我們一台車十萬公里回來 他會有截然不同的車況 有的是他就定期在保養 然後該換的就換 那有的是這十年以來這十萬公里 他都只有在換油而已 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我們的 我們站在我們車商的位置 就是我在這個不管我收到的是 有照顧得當的前車主 還是他都把所有東西累積到一個 臨界點才賣給我的車主 我在估價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估出來嘛 然後估出來以後 我知道他很多東西沒做 我就要做好再交給你嘛 我把從他身上扣掉的錢 花在這個車上 把該換的換好再交給你嘛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而已啊 其實這樣就這樣而已啊 擦香水對工作有幫助嗎 我覺得擦香水要啦 人聞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 那我常常跟我店裡面的員工講 我說你們第一現在面對客人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口氣 嘴巴有沒有臭 跟這個身上的味道 因為有時候你有汗臭味 尤其是夏天 然後有些人媽宅味 對不對 老人臭 還是家裡有養狗養貓的臭 你自己是聞不到的 或是甚至是我坦白說 還有抽菸的臭 所以你本來你要跟人家講話 你就要注意自己的儀容 對不對 得不得體 小師有趁過年追鬼滅跟巨人 沒有我沒有在看那個呢 我比較看動畫 我老婆比較常看啊 我老婆是那個 婦女 我現在不是了 你現在不是了 但是我有追鬼滅跟巨人 對啊你就在看動畫啊 但是追又不一定是婦女 反正就御宅女啊 我以前以為如果這個 跟一個御宅女交往 可能在家裡就會有什麼 女服裝啊 或貓耳朵啊 那種我告訴你沒有 你是認真的嗎 我認真的 你認真的 真的我認真的 沒有 因為以前怎樣 有被那本書騙過 以前是 我的婦女女友 對 她裡面就哇 覺得說 她的御宅女生 她會有那種動漫的那種 服務 沒有我跟妳講沒有 你家的婦女只有躺在床上 在挖鼻孔 我跟妳講沒有 我們這不叫婦女 魚乾女 真的沒有 被那本書騙了 要會cosplay的才會有 反正我就是被那本書騙了 我又不會去cosplay才沒有 我被那本書騙20年了 BMW真的通病很多嗎 近10年車款 其實我覺得不用問這個問題啊 基本上BMW它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精神 其實雙B在台灣人的眼中 它還是一個精神的存在 那你到了那一個時候 或者是你對車是有興趣的 那你遲早會在這兩台當中 選一台買 那至於說它的通病多不多 目前它新世代的車 因為都還滿新 還看不出什麼 但我自己曾經是遇過 邊緣箱電腦的問題 目前遇到的是軟體的問題 那至於說它硬體 是不是還像之前 那麼容易漏油的話 那可能還要再過 因為目前這個世代 這個大鼻孔的世代 出來時間好像還沒有很長 所以還沒有遇到什麼 太多的回報 因為它的舊款都是 以會很會漏油著稱嘛 那新款的可能要 要再等一陣子才知道啦 但我覺得通常買雙B的人 其實不太會去擔心他的通病 因為你就是要買這個東西 你就是要買這個東西 你其實不會去想說 通不通病這個問題 30歲以後還要騎機車 25歲買車的吧 23歲 差不多就那時候啦 25歲之內買的 那我買車不是因為說 什麼女生看隨不隨小這件事情 我是 就我喜歡車 我覺得我一定要一台自己的車 我覺得自己的車是一個 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東西 那從小看別人 他們都可以擁有一台車 那我終於到了 我自己上班幾年 兩三年春天前 我覺得可以 到了我可以擁有一台車的時候 我就買了 那我對於女生這一塊 我的想法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今天如果是彭宜燕 騎U-bike 女生都願意 站在後面的火箭筒上面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這一個 我還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概念 我覺得啦 真的啦 就是你不管你是騎 你既然都坐捷運 你都騎U-bike 然後你都騎摩托車 我相信還是會有一個 對應你的女孩子出現 所以我倒覺得說 你買車不要是因為 什麼女生看誰小 真的 你真的 你買了一台 maybe 福斯以後 那你可能就覺得 幹 為什麼女生都只上奧迪 那你是不是又要換奧迪 然後你換奧迪以後 怎麼女生都上雙B 那你又要換雙B 你換雙B 你換雙B以後幹 怎麼女生媽只上牛馬蛙 那你是不是又要牛馬蛙 我後來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世界的運作 How do the world walk 這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就是有些 有些東西 我們是一輩子都追不上的 因為在出生的時候 真的就注定 我自己是抱這種心態 活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 我不會去 不會去過分的去 去思考說 有一天我會不會開到法阿利 這件事情 我基本上我是認定 沒有機會 那其實包含這一次的這個 馬沙拉蒂 其實我在我 擁有它之前 我也是認為是沒機會的 真的啦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開得起 我們不要講新車價多少錢 我們講二手車價就好 基本上250萬以上的車 我實際想都沒有想過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連想都不敢想 因為我認為這個東西真的在 你想想看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你現在開一台250萬 或是300萬的車的人 你試想看看 就我們在線上的300多的觀眾朋友 你今天你要買一台車300萬 那你的存款要有多少你才敢賣 那你的你的薪水 年薪要多少你才敢賣一台300萬的車子 其實這個問題常常在我的 我常問別人 我也常常在我的腦海裡思考 那我思考結果 對於我自己是 我認為我開不起300萬的車子 我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是不太 不太會去想這麼多的啦 如果是為了女孩子 我是不建議啦 好啦簡單講是這樣 那有些人是真的 永遠都追不到的啦 有些人是真的他出生 人家是說什麼 別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線 現在不是起跑線的問題啊 有些人是剛起跑 他是在 他的起跑位置是在終點 你怎麼追 你要怎麼追 對不對你要怎麼追 我說的終點是那種 人生在追求的事物上面的終點 不是死掉的終點 這個攝影角度可以直播做菜 沒有 直播做菜是要從上面往下 你知道嗎 然後穿低胸的 切菜 切菜的一個標準姿勢 就是手要夾胸 手臂要夾胸 然後切菜 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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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司哥看他能說什麼 蠻想深入了解 號召CHR的威力覺得如何 影片提到這種車有很多人買嗎 讓他看看是多還是少 讓他的車行變景點 今天 不是因為喜歡這台車 或是開這台車關係 是 既然缺點比優點多 請問拍影片做什麼 留點口得問題 不知道怎麼賣 不賣不要收 是不是很欠吃漢堡 呵呵呵 有沒有 好兇喔 開CHR那麼兇 看CHR人多還是小獅粉絲多 可能CHR比較多喔 呵呵呵 不管人多還人少 相信有腦袋的還是會比較多的 我自己19年買CHR新車頂級後悔 沒早點遇到小獅 為什麼 買新車很棒啊 為什麼要早點遇到我 你看我們這裡 馬上上面就有一個CHR車主了 對啊 我就說其實雖然車主很多 但是應該有頭腦的比較多吧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有頭腦的是佔大多數啦 小獅老闆我們開玩笑的啦 誰開玩笑 什麼東西開玩笑的 喔 不會啦 我不會覺得那個哪有什麼 真的沒什麼啦 啊你們來我是歡迎啊 看是要輸贏還是不是 呵呵呵呵呵 不會啦 幾歲呢 我覺得是這樣啊 很多東西 我發現其實喔 有蠻多就是他可能他看我的影片比較沒有這麼常看的 他可能第一次看他會覺得說 欸啊你怎麼把我車講成這樣 那可是其實如果從以前有看過我們每一部片 像有些人就會去在一些攻擊的底下去幫我回覆說 其實他不只嘴過你們啊 他也有講過比如說賓士的不好 對不對 像上次那個什麼賓士220 我也是講的覺得他其實沒有想像那麼好 可能我講過N牌大家就最最知道 特斯拉 然後不管投他不管什麼 其實每一個廠牌一定都是有他的缺點 只是說你對我來說 我常在講喔 我如果今天我要拍一個分享的影片 那我裡面的內容講出來 跟統哥跟德哥 跟所有線上的那些專業車評講的東西是一樣的 那我就覺得我拍這個東西真的不是很有意義啦 對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就像我剛剛講的 都找現任車主來談 然後每個廠牌來談 每個當然他選擇他的東西 欸你現在很簡單嘛 我現在這個線上我找一群人對不對 來然後去說欸你娶了老婆 到現在你娶幾年 你結婚幾年 你有什麼後悔的嗎 你覺得老婆有什麼缺點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種採訪有意義嗎 我記得那個網路上有一個梗圖 有一個人到沙灘上有沒有 國外啊 他就訪問一個在沙灘上 一個就是胖胖的一個美國男生 然後旁邊就站了一個模特兒身材 他說欸你覺得我們模特兒身材怎樣 然後那個男的受訪的那個老公就說 我老婆在看 然後他就說喔那你覺得你會喜歡我們 我們這個模特兒這類型的身材嗎 然後他說我老婆在看 衝頭大尾問他什麼問題 他說我老婆真的在看 衝頭大尾他就只有回答一句話說我老婆在看 對啦我真的是覺得就是 我一定得發現一些別人不會注意到的地方 那可能也許用了一些比較浮誇的說法 可能用一些比較誇勢啊 或者是用一些比較 呃莫名其妙的描述啦 對啊但是其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樣的角度跟方向 而且不錯啊如果今天我跟你講喔 如果我這個影片下面真的有很多CHR支持者的話 以後我就進CHR來賣 幹就代表怎樣支持者很多啊 我來看看那應該很好賣吧 就代表喜歡的人多嘛對不對 那我以後進多一點就好啦 有沒有道理 那代表我的眼光有問題 我的審美觀有問題 我老婆以前都常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我長那麼醜你怎麼會喜歡我 我本來不覺得喔 被她一講我覺得我是眼光怪怪的 小絲路線跟日本的拉菲爾一樣 屁啊拉菲爾好多了好不好 拉菲爾超帥的身材又好 我是蠻能認同每個人的審美觀不太一樣的 真的啦我老婆每天都問我說 所有的眼光跟人家不一樣 所有眼光很奇怪 我怎麼會覺得她漂亮奇怪 結果弄到最後我也覺得 被她講到我會覺得 欸是不是我眼光怪怪的 我是不是在眼光跟人家不一樣 媽的 蛤 蛤 我跟妳講女孩子在怎樣都講自己醜 她可以講她自己醜你不可以喔 貼心提醒您 注意你的人身安全 你不能負荷喔 負荷就中招囉 人在美國生活想問到其挑戰者妥善率 欸我跟妳講挑戰者 今年啊我們今年來下個紅院好了 好吧我今年看有沒有機會買到一台挑戰者 因為我還沒買過 其實我對挑戰者蠻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野馬的那個名聲被泰山弄臭 我是不想買野馬 所以今年我們來立下一個志願 今年看有沒有機會買挑戰者 OK吧 我看有沒有機會 來處理一台看看 挑戰者處理看看 我對挑戰者蠻有興趣的 愛董來勒 愛董 她說 愛董 你不要這樣嘛 我那天一直在找愛董 學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那個口音的那個段子有沒有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是哪一個段子有學 欸所以下次我也可以用一個狗屎寫手啊 要不要 欸我們下次來用一下好了 比如說叫來賓跟這個 比如說跟阿呆去試車 然後我就用 他就戴耳機 然後我就在後面下指令 然後叫他跟來賓對話 然後我就下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指令 比如說開開就叫阿呆說 你問他要不要吃檳榔 阿呆就要問來賓說 你要不要吃檳榔 買一下檳榔好不好 有沒有 或者開開叫阿呆跟他 你問一下女來賓 請問我可以放屁嗎 欸不錯吧 欸可以吧 欸這樣可以吧 下次就要玩這種 或叫泰山開車啊 我們就在後面下指令啊 然後就找女來賓來上 可以吧找女來賓來上 對啊 然後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試過被活魚打過臉 之類的 然後就從椅子底下拿出一條活的魚 然後Send他的臉 有沒有 Send那個來賓的臉 欸不錯齁 開開開開 泰山你叫女來賓幫你拿一下 手套箱的保險套 然後他就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幫我拿一下手套箱的 哈哈哈 好不好 這個過完年我們再研究一下 還是我覺得這還蠻好玩的 看那我現在講一講會不會被操走啊 我跟你講齁 線上有200多的觀眾朋友 當正人齁齁 你們如果這個 我們今天過後 你有看到哪一個 哪一個頻道 有開始在做這個車上的這個 我跟你講保證抄我們的 對吧 保證是抄我們的對吧 這200多個坐鎮嘛 結果被艾董抄走 變綜藝節目也不錯啊 其實我很不想要我的頻道是 真的是只有汽車的節目 我覺得如果只有汽車節目 好像有一點無聊 第一個 我們真的不是那種車評 會有很多新車上市會讓我們去 沒有啊 因為真的搶車子很無聊 你看啊 我跟你講一個認真的啊 你去看那些比較專業的車評 他們其實也開始在想一些 其他方向的企劃跟腳本在拍的 因為沒有人想要被focus在一個項目裡面 你看比如說以前那個 寒羞草 對不對 他們都拍夾娃娃 你夾到最後一定是沒東西夾的嘛 你看像疫情 又疫情來了 對不對 那他們怎麼 他們怎麼要去轉換這個頻道 對不對 一定是要這樣子想的啊 不過他還在夾娃娃那一定是收視會下降啊 一定會不如預期啊 他會看膩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是要多元發展啊 尤其是要YT上面 而且對我來講我覺得 我拍影片其實是為了要讓自己跟觀眾開心 並不是很認真的說 我拍一個影片我要靠一個YT的頻道要賺多少錢 所以YT不是我的主要項目跟收入的來源 對我來說拍影片是一個附屬的 我真的希望自己玩的開心 或者是甚至我周遭的這些媒體部的同仁也玩的開心 然後觀眾看的也開心 然後呢最好是他們都能夠有理想的收入 那對我來說當然我也有收入 但是這個收入絕對不是賺錢 那個跟我的本業比起來 其實這真的 我的媒體部的媒體部 基本上以前還要靠 還要靠我們小賣部在賣車的這個部門來 來維持營運你知道嗎 以前的薪水是真的都要靠 我們都說樓上樓下 因為媒體部在樓下嘛 那我們賣車在樓上 那以前樓下都還要靠樓上的部門來發薪水 來支撐來支持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已經是可以獨立運作了 已經是可以獨立運作了 只是說你說要賺錢我覺得 你像我還挑業配那個很難賺錢 我真的其實我挑掉很多業配 如果認真全部都接的話 基本上可能會更好 像Alan說靠YT賺錢有時候比薪水還低 你其實你到我現在的level 我現在的level其實完全是可以靠YT賺錢 我認真講 如果我真的分數不計全部都接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 反正認真要做啦 業配都接不挑的話 應該是可以賺錢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賺錢 這不能豪小啦 YT還是可以賺得到錢的 而且以我現在的三十幾萬的訂閱數 是一定賺得到錢 而且可以維持一個部門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我本來給他 我就不是覺得說設定在說 我要靠這個賺很多錢 其實沒有 真的沒有 老師對環東逆向撞死重心實事 看法如何 我認真的 因為環東每天上下班就走 我認真覺得他的砸道設計有問題 真的 我每次從那個南港展覽館旁邊那個砸道 要上去環東 要往二道方向走的時候 他的上來跟下來是同一個斜坡 然後中間是沒有分隔的 只有畫雙黃線 然後有沒有那個棒子啊 反正那個我就覺得 每次走那個我都覺得 如果有一天 有其中一個 上去這個 不管是上去這個方向 還是下來這個方向 有一個駕駛人 施繩或怎麼樣 他開歪掉 這邊絕對會出車禍 他那個砸道 我覺得設計本身有問題 我每次在開那個砸道的時候 我都覺得那個砸道很危險 對不對 以前走是不是都覺得一定會有人開到對面 我也覺得 我記得中間有一段還是沒有分隔的棒子的 導航開到型的模式 沒有啦導航這個東西 你還是得要自己開車的人 用車的人要去確認 你不能真的導航叫你轉右轉 都不去質疑導航 也不對啊 我常在質疑導航 我老婆都說我都不知道導航走 因為我常在質疑他 有時候他叫我右轉 我說幹這真的可以右轉嗎 這真的可以右轉嗎 你看這個路進得去嗎 你確定 真的是右轉嗎 對啊自己還是要確認一下 對啊我是這樣覺得 自己還是要確認一下 好啦差不多了啦 好啦大家晚安新年快樂 超級讚好 真熱讚好 超級讚好 超級讚好 真熱的 超級讚好 以上浅安 掰掰